大家好,今天是12月8日 回到明报Busher买新击的时间 今天和大家去看看虚拟货币 星期六叫做急跌 你看到Bitcoin 直接直接插进去 你看到现在 彈上来 昨天最高彈到51969 星期六就是这一棍 你可以看到12月4日 星期六 星期六插到最低 42101 当时高位是53000 离手就跌下来了 但是昨天叫反弹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技术面上 它由早前7月引伸过来的短期之字轨跌穿了 昨天还未能反弹上去 暂时来说 Bitcoin叫做反复一点 叫做守住了在现在 你可以看周线的 守住了50V 也是守住了30V 暂时都叫守住了在这里 但是问题就是 你能不能够可以 叫做 爬回上条线上 形成一支比较大一点的阳烛 如果今个星期可以再做高点 爬回上去 那它会是好的 它没问题的 跌完三个星期开始又爬回上去 但是如果它爬 也爬不到 站住在这里 你弹到上去的线 都不能够上去 我们就要去观察 究竟会不会跌穿 30V 这个30V 大概是46,000左右 星期六插到最低是42,000 一旦如果今个星期 它是上不了 不但 还要做一支阴烛 压下去 46,000 47,000 其实这个势都是一般的 仍然有机会再继续试下去 所以大家就小心点 来到这些水平 最好就是 看看它上不上去 上去你可以持续继续看上去 一旦上不了去 暂时就不买得住 现在 不买得住 最重要就是它今个星期 可以做到一支阳烛 站到上来 跌三个星期 站到阳烛 站到上来 你后市可以继续买上去 否刺的话 仍然都是 沽压沉重 我们叫做 做完两个顶 仍然 过去那三个星期的跌势 仍然未改变 看看以太币 以太币 反弹力度也很强 星期六最低落到3561 去到今个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今天星期三 现在在做438 但是昨天也是 做到4424 上不了 上不了之后 现在慢慢在聚取 在技术面上 它必须要重上 回到上面 即是起码你见到 4485 见到4500 表现好一点 跌完下来 反弹上去 现在暂时来说 下面又顶住了 上面又 卡住了 进行一个叫做 高位徘徊 在上落市 所以 大家 就不用急着 相对来说 你问以太币 还是比特币 以太币 比比特币强劲 但是暂时 两只虚拟货币 还未出现 早前的 升势 断断有 我预计 以太币 都会 还行 而比特币就要考验 这个支持位 这个支持位 就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就留意一下 看看 不要太心急 买入 还未是 强劲的升势 可以上回去 还未是 早前那些强劲的升势 暂时断了 在这里 徘徊 可不可以消化了 这个跌势之后 慢慢才上回去 就是这样 好吗 今天就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留言给我 拜拜